兄弟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戎图Lora 由于这次我进行了大量的测试 我们就边看效果图边详细介绍 这次的功能同时包含了 图片融合、透视纠正 光影重绘 精修 鞋子和背包的实穿 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 找个模特图直接把背包大概位置放上去就可以了 汽车的光影融合效果非常棒 尤其是车漆的反射 不仅融入环境海有精修的效果 增加模特图也会很自然地融合 像是湖水的倒影效果也是 而沙漠这种灰尘飞舰的效果 也能很好的融合 车轮也有沙力飞起 数码产品也会融合环境并精修 适合的类目非常多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返图 下面就是聊一下AI绘图的未来方向 自从Quindity发布之后 模型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 并且Clips用的是觉模型 而Flux生态用的还是纯文本模型 所以很多以前不敢想的功能线 现在都可以轻松实现了 以前大家为了实现一个功能 需要搭建非常复杂的工作流 每个人的思路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避肘自针 不愿意被别人剽窃劳动成果 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现在不需要学习怎么制作复杂的工作流了 只需要学习如何训练适合自己的Lora 我们后面会详细讲解数据集的制作思路 免费的模型训练网站和教程之前的视频也讲过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下面是操作讲解 输入的图片可以用白底盖住背景图不要的部分 也可以直接把产品放在背景图上 如果场景非常杂乱可以用白底遮盖 正常情况下直接放产品上去效果最好 现在来看使用Lora的效果 下面跳过Lora 只使用模型能力 不能很好的识别并处理想要的操作 而汽车场景中 使用Lora的车漆反射效果非常好 如果跳过Lora 模型就只有融合图片的功能 只添加了投影 车身没有精修 最后就是网盘永远都是这个链接 每次出新视频 内容都会对应的更新 找资源一定要看课程汇总PDF 使用的工作流是2509的工作流 上次教程有详细讲解过 使用教程PDF里面有详细讲解安装目录和每个节点对应的作用 一定要去看 最后就是下一期大家还想要什么功能的Lora 可以弹幕告诉我 或者私信家群 学习和玩耍可以免费使用 商用希望能够充电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